哈喽各位澳财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Ivy 欢迎收看本周到财区交节目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点赞留言和分享 那上周五呢 新冠病毒最新的变异毒株 Omicron是横空出世了 就在同一天呢 也是恰封一年一度的这个黑色星期五 西方世界最大的购物狂欢节 那本期视频呢 我们就来说一说 在Omicron的阴影之下的这场购物狂欢 以及背后存在的危机 由于今年呢 澳大利亚两个经济最发达的州 都是采取了疫情的封锁措施 这其实是让很多人很长时间之内 都是没有办法去正常的购物 因此今年的黑五的盛况啊 绝对算得上是空前绝后 根据零售商和银行估计啊 从黑五到网络星期一的短短四天之内 澳洲消费者呢 一共是花费了约55亿澳元 每分钟的最高支出呢 也是达到了100万澳元 同比增长了8% 其中呢 像是家庭家具用品啦 电子商品 时尚 服装 化妆品这些呢 依旧是大家抢购的最多的商品 与此同时呢 今年黑五有54%的支出 都是通过先买后付的平台完成的 像全球先买后付的龙头之一 Klana的销量 就是比去年同期高出了将近300% 虽然呢 在近期狂欢的这种推动之下 澳洲零售业看起来 正在全面的复苏 但实际上背后却是危机四伏 首先呢 那就是供应链的问题 简单来说呢 就是你想买却买不到 那么在疫情的压力之下呢 全球供应链几乎是处于一个崩溃的状态 不仅是货运成本有高额的上涨 运输周期也是在大幅的延长 像包括David Jones Country Road在内的这些新史上的产品为例吧 他们呢 正在面临着来自中国的货运延迟 长达一个月的问题 这就很有可能会导致圣诞节前的供应 都是有所放缓库存或将告急 事实上呢 对于这些时装公司来说 能够快速无缝的周转库存 以及储备新的季节性产品 对于保持他们的这个自身的竞争优势 以及满足客户需求是至关重要的 但目前呢 他们是不得不将在漫长封锁期间滞留的 一些过气的服装来打折出售 以便为下一季的新品让路 其实呢 此前曾有一些消息传出来说 供应链的问题呢 会在明年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 但其实随着本次新冠病种变毒 像我们刚刚开头说到的 Omicron的突然袭击 这个愿景可能又要推迟了 与此同时呢 网购的商品能否准时配送 也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要知道呢 今年有65%的黑五销售额 都是来自于线上 你说买了却拿不到手 属实也是让人挺心交的 那么其实疫情以来呢 受包裹数量激增 户屋长期的积压 以及员工罢工的影响 澳洲的快递配送网络 也是曾经面临着多次大面积的崩溃 那此次黑五的报单 势必也会再次加大 这个配送的压力 根据澳洲邮政 AUPOST的支撑呢 本周预计是将达到 300万件左右的包裹配送 势必平日里高出了100万件 那为了应对运输延迟的问题呢 也是由越来越多的企业 开始自行的处理快递业务了 像在线的零售商 Cogan就建立了自己的 内部配送网络 而其他的小型企业 也是通过像 Altasker GoFetch 等等自行的完成小面积的配送 希望能够让消费者 能够早日拿到 信心念念的包裹 好的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同时也欢迎您 关注澳才的微信公众号 我们的视频内容 会在公众号上同步的推送 如果您想咨询 更多澳洲投资方面的问题 欢迎扫码 或者点击视频简介中的链接 来向我们提问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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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